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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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公认的政治正确说个步子 可能就会被群起而公知 今天也本想顺着这个政治正确 跟很多传统解读都写的那样 说在害死底曾经研贾瑞事件中 王熙凤到底有多狠毒 然而重新发出仔细品毒这段 却发现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王熙凤和贾瑞这段公案的回目名 叫王熙凤毒涉相思局 贾奸祥正照风月剑 但认真研读过这段后 我却一点没感受到王熙凤到底有多狠 网上有句不甚雅观 这揭露人间治理的俗人 叫仙疗者见打死不愿 在贾瑞和王熙凤这段公案里 贾瑞扮演的就是这仙疗者的角色 王熙凤是荣宁良府中最璀璨的花朵 贾瑞却只是贾家没入庞之中的不孝子孙 父母早亡后 贾瑞由祖父贾代儒教养 贾代儒身为贾家家学的熟师 负责整个家族子弟的教育 拼拼他自己的孙子 这被教的歪心协意 彼所不堪义无事处 贾瑞在家学便会去炎父式败高采低 贾代儒若是有事 赚他大管私熟 他更是会趁机以公报私勒索子弟 助纣为孽 只为出现钱财酒肉 行指如此上不得台盘 连贾家的大胡人都能当面呛他 贾瑞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 身份地位悬殊 王熙凤贾瑞跟贾瑞也并无交集 可贾瑞却不知从何时起 就与店子上这个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的嫂子 公案的开端 奉解贾瑞惠方云出会 便是贾瑞自己制造的邂逅 奉解在东府瞧过青可青 一边行路 一边欣赏园子里的景致 贾瑞这丝猛不定就从贾山后面蹦出来 直浪浪站在奉解面前 只见他闲皮赖脸暖眼闲尸 张嘴就是 也是何该为嫂子有缘 这不是有缘吗 然后拿眼睛无助在奉解身上上下凯游 奉解一瞧着光景 又喝有预谋的骚扰啊 《红楼梦》里的嫂子 可不是《诗古传》里的嫂子 还骚扰到了霸王式的王熙芳头上 何该是眼瞎找死 王熙芳一面假意应酬 一面心价盘算 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没有这样禽兽的人 他果如此 几时间能死在我手里 他才知我的手段 于是准备针对贾瑞的下一步举动 进行一次钓鱼执法 王熙芳跟贾瑞说的第一句话 就提到贾莲 若贾瑞能意识到奉解是有夫之妇 不可造死 此时悬崖止步 那他也一点无忧 但是这货已经朱油蒙心了 拿盘猪手 此后他几次三番 趁贾莲不在家 去容贾府找凤姐 找的贫儿都纳了闷 凤姐跟他讲了贾瑞那天的轻薄形状 一笑温厚的贫儿都暴怒了 咬牙切齿道 癞蛤蟆想添鹅肉吃 没人轮的混账东西 且这个念头 叫他不得好死 功夫不负找死人 这次贾瑞终于在凤姐家堵住了凤姐 贾瑞继续言语轻薄 凤姐继续假意奉承 然后骗他半夜来容负西边穿堂 寒冬骂月 说风刺骨 贾瑞却丝毫不严寒 天一黑就没入容负 结果哪里见到凤姐 他反被锁在容负走廊 生生冻了一弯 如果贾瑞此时意识到凤姐在作弄他 就此作罢 那他也无忧 只可惜刺骨的冷风 也断不灭他上头的运火 良不欠他猪油蒙住的心神 贾瑞依旧邪心不改 再去容负找凤姐 此时曹雪芹便有一句 凤姐因见他自投入网 少不得再寻别计 令他知改 于是约他夜里 来到房后小锅道子里那间空屋子 然后调兵潜将设下圈套 等他上钩 夜里贾瑞果然来到空屋 左等右等凤姐不来 突然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人影走至门前 还没弄清楚是谁 贾瑞便如恶火扑舌一般一把抱住 接下来贾瑞的丑状实在不可描述 就可怜贾瑞这个大小伙子 差点被他垫入 急着贾强拿着灯火进来 贾瑞才闹清楚状况 想要逃跑 却被贾强按住 贾强说凤姐已经告到了王夫人面前 说无故被他调戏 王夫人让他二人来拿人 这般被抓现行 贾瑞再无话说 百般告扰 写了两张五十两银子的欠条 求他二人帮忙隐瞒 两人又识坏 在他身上浇了一桶大粪 这才放他走路 说真的 看这段 我是一点不觉得凤姐有多毒 只觉得干得漂亮 这回贾瑞再蠢 也就是凤姐在点他了 若他能就此放下闲眼 却也幸运无忧 可二十三岁美雪亲的他 却仍然小眼凤姐模样标志 又恨不得搂在怀里 时时指头儿告了消罚 终于在数月之后 淘汰空了自己的身体 脚下如棉 眼中四醋 黑夜作烧 白皱长卷 半死不活 不要吃了几十斤下去 也不见个动静 家人还要管容府要人生 要吃什么堵参汤 虽然作死又找死 但贾瑞并不想死 听到来他家门口挂载的道士 说什么专制冤孽之症 便立刻下跪磕头 连叫菩萨救我 那道士见他可怜 从大宗取出风玉宝剑给他 告诉他 千万不可证照 只照备免 要紧要紧 三日之后我来取镜 管教你病好 贾瑞取了镜子 觉得这道士倒是有趣 何不一照试试 拿了镜子反面一看 却是一窟窿 盲眼了 骂道 混账 如何吓我 然后不理会道士的再三嘱咐 我到这证明是什么 真是好良言劝不了该死的鬼 看过原著的都知道 风玉宝剑正面 是凤姐招手 就要跟他共赴无山 于是这贾瑞便照得欲罢不能没个足言 一日之内竟数次入境 终于弃绝命销 黑白无常来锁他的时候 他还直叫 让我拿着镜子再走 故事结束 各位看官 在此过程中 你有感受到凤姐是在怎样千方百计的害死他吗 我是感受不到 只是觉得这贾瑞是在千方百计的找死 凤姐嘴上虽说 没有这样禽兽的人 他果如此 几时叫他死在我的手上 却根本没下过杀手 不过是遇到贾瑞这种骚扰者 他并不是像普通正派女性一样 直接义正言辞的拒绝 也没有像吴妈一样 阿Q说一句 我想和你困窍 就捂着领口哭喊着跑出去叫人 放显出自己是正经人 而是设了点小技 让他吃点苦头 小惩大忌 令他知改罢了 要我说 倒是给贾瑞治病的方月宝剑 用的是佛家修持法门 白骨关 凤姐让贾龙贾强交的那种大粪 却似禅宗 促人醒悟的当头榜贺 无论贾瑞在哪一步觉悟 再也不起邪心 这事也就了了 但是贾瑞偏步 一步一步 被他那满倒粪土 引向阴曹地府 至于后来 贾大儒来荣祖讨人身 王夫人让凤姐给他了两 凤姐只凑了几钱劣质的来应付 其实也可以理解 贾瑞并非灵了大粪 隔天就病倒了要吃人参 而是跨一年后 身体被他彻底逃等虚了之后才来药 如此一个赖名在外 又调戏过自己的赖汉 除了菩萨 普通人谁会再对他发这个善心 白送他这么珍贵的东西 况且就贾瑞那个玩法 便是顿顿把人生当犯诚 也填不住他的虚 调不来他的命 贾瑞这死 无论从法律层面上看 还是道德层面上说 都不能说是凤姐之物 总不能怪是凤姐生的过分本力 害得贾瑞千里想犯罪 他的死亡 从表征上说 是重己无度 只投告了消法 驱死的 从本质上说 是一头扎入浴海 人怎么拽也不肯出来 溺死的 可贾贾瑞 用自己的生命演绎了 什么叫人蠢就不能坏 古往今来 凤姐被苛责得实在无辜 是他贾天祥自己 一手把自己送入了地狱 贾瑞只因大于欲望 就活活致死 可怜吗 可怜 但是大慈悲不度自觉人 这世上找死的蠢人那么多 可怜是可怜不过来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观众 和三连投币 这里是民众笑谈 我是沈世宇 我们下期见